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多謝各位萬迷支持 請大家繼續按LIKE 按LIKE 好 2017年12月5日 各位萬迷早晨 今天830速度已經有講過 今天的YouTube影片 會講今晚 搞錯了 以為明晚其實是今晚 星期二晚的主場迎戰中央陸軍 歐聯最後一場的分組賽 基本上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們歐聯出線的形勢 就可以看回11月24日 萬迷早晨的影片 大多數已經有一個很詳細的分析 我們的出線 或者是可不可以贏到小組冠軍的形勢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回 我都會在YouTube那裏 放下 這個概念 放下 11月24日 那一集的萬迷早晨 就可以看回 如果大家有興趣 講一場比賽之前 就再重複一次 今早的830速度已經講過了 足總盃 第三圈我們已經抽籤 主場對打比群 會在1月的時間打的這場球 好 來吧 我們上主場主賽了 這場是分組賽的最後一場 歐聯 我們對中央陸軍的莫斯科中央陸軍 我們已經是作客那次都贏了 今場的形勢抗爭 真是那句 正路來說 無論如何都可以 現在我們會說幾招的時候 就會說一下球員的傷病情況 另外中央陸軍 剛剛最 之前那場比賽 都非常之好 六場不敗 亦都在剛剛那場的比賽 就好像之前那場的分組賽贏了 所以現在的形勢 是令隊比較緊湊的 那麼球證是誰呢 就是意大利籍的 Giolucrochi 原來他就 執法過我們的超級杯那場比賽 另外其他歐聯的小組 其實就 基本上英超的球隊 大致上只有我們和 這個 利物浦 未是 100%出線 另外三隊都已經出線了 老實說 我們和利物浦的形勢 我們又比利物浦出線的形勢更好 儘管看看今晚 場球大家如何發揮 好 說一下這個 究竟有些什麼情況 武魯技招那裏說了些什麼 他就說 我們是有些問題的 一些傷病的問題 他說馬迪真的受傷了 所以 我今天就不會讓他出場 另外其他 本身都 踢足這麼多場的球員 我都會讓他休息一下 所以 更加重要的是 有不少的球員 是值得一個機會去踢的 抗其中幾位 他曾經也提到 伊巴希莫里克 他沒有去到倫敦 我也出了一個報告 說伊巴去那兒 那麼 摩連龍就證實了 伊巴沒有再受傷 其實今早也有提過一下 其實他始終踢了幾場之後 雖然只是踢了 二十多三十分鐘 那時候 他也要做一個療程 去鍛鍊 再鍛鍊多些他的肌肉 希望可以幫到他的傷 之後的表現 所以由於他在做一個療程 所以 他沒有去做倫敦 打這個 阿仙奴的比賽 今晚的比賽 也不會 派他上陣了 講到明 留下他 我來打比的時候使用 大家要留意 基本上就說了 另外 他也肯定了 有兩個球員 會出場 其中一個就是羅美露 對羅美露 有趣 在記招的時候 有記者問他 迪基亞 是否仍然是全世界最厲害的門將 呢 魔佬 搞笑 他說 萬聯出場 永遠都會被最佳門將出場 所以 現在 這一刻 最佳門將就是羅美露 第二 就是盤尼娜 祖爾盤尼娜 因為她是第二 迪基亞 今場是輪緩的 因為她剛剛打完 所以 迪基亞 現在這一刻 只是排第三 除了羅美露之外 第二個球員 肯定會出場的 就是寶巴 他也說 寶巴 在紅牌上 有點失望 但是 他回來之後 真的 令到我們球隊 表現 有少少脫胎換吉的感覺 所以今晚 他絕對是值得去 去正選打這場比賽 希望 他可以保持到 他的狀態 然後 也提到 梭爾 梭爾 沒有說他正選 他說 梭爾的確 是很努力 拿回他的狀態 他知道 所以 他的機會 是遲早會來的 今場球來說 一定是 在我的大軍名單之中 但是 正選還是後備 因為他暫時還沒有決定 另外 最後 他也說 這裏沒有提到 但是 記者知道 他也說 卡瑞克 仍然是還沒可以 還沒可以 但是 他說 可能會製造一個驚喜 如果 不可以上陣的球員 他會派他上陣 究竟 那個驚喜是誰呢 這樣 那大班都嘗試 嘗試 找一些 即是叫做 可能性 那我就在這裏找到 一個小小的答案 有機會 那這個就是 Rob Dawson 就是ESPN記者 專門跟萬聯的 那 我不能再錄下去了 大家看看這裏 他就說 中斯 就已經在卡瑞頓 一起去做訓練 摩尼奴 就說 不期待他 那我們看看 第一件事 卡瑞克 他說不行 Phil Jones 他說不行 那剩下誰呢 我的估計 應該是敗利 敗利 敗利可能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 費蘭尼 他兩個二選其一 那個 摩佬說 大家以為他還沒踢得的球員 但是今晚會派他上陣 但是有趣 他們兩個 如果都能踢得的話 我相信 其他一個也好 都會是我們作為 對萬事打比的 一定會有用的球員 無論是費蘭尼 或者是敗利 都好 所以就算這場 他兩個其他一個上陣 我相信 都不會打足 是不會打足全場 因為都要 預備好這個 那個叫做什麼 打比 所以我相信 無論是敗利 或者是費蘭尼 就算出的話 他們都會出 可能是半場 多一點 或者是五六十分鐘的時間 OK 另外 大家看一看 在訓練中 大家都很開心 你看到楊賀 馬達娜 伊巴又笑了 蓮達洛夫 福仔 和彭尼娜 所以看到 我們的球隊 真的非常 非常融合 今場的陣容 大巴忘了開過Excel 現在才開 即時和大家一起研究 不過我相信 這場的陣容 其實是非常難估計的 我覺得 非常難估計 因為實在是 太多可能性 太多可能性 看看這個Excel 開成怎樣 好 龍門方面 肯定已經是羅美路 我先拿了羅美路 羅美路就是龍門 即場做 我都覺得有點壓力 我怕有些 弄錯事 那 就 迪基 換了羅美路 中堅來說 我相信今場會打 即是 即是 四二三一 那類的 那樣 左楊又華 就不會了 我都 估計 有機會左 就會 出 應該這樣說 楊和華 可能會打一邊 我經常都說 那可能 白蓮特 白蓮特 是 17號 白蓮特 可能會打左邊 楊格 就和 華倫西亞 頂隆就背人 打半場 我估計 敗利 可能可以打 所以敗利 可能會打正選 我覺得他可以嘗試拍駱河 因為駱河 都需要多少比賽的狀態 還有 我估計 如果敗利 打得 打比那場 駱河就未必是正選 暫時我估計 馬迪 就一定不出 普巴會賽 普巴會拍誰 我就會覺得 有機會是 密湯姆里 這個 這場比賽 很適合 密湯姆里 所以 馬迪 會由 密湯姆里 去比普巴 另外 前場 是馬達 連續打兩場 都可能會打 福仔 有機會正選上陣 因為福仔 也算是 打了幾場 拉斯福特 拉斯福特 19 福仔 有機會打 馬迪 馬斯耶 馬迪 前場 前鋒 前鋒 其實我有個想法 不過右手邊那個 我就想 不如讓 MK仔試試看 MK仔 MK仔 在哪裡 MK仔 在這裡 米希達欣 突然想起 華倫西亞 可能不踢 可能是 杜安沙 被踢 我猜 亦希望 多出些年輕球員 所以我改變主意 都是 華倫西亞 跟楊架 打後備 被杜安沙 打正選 我估計 前鋒暫時 打算先用 盧卡古 因為他說 伊巴爾不會打 當然也可能有變數 不過暫時 我也覺得 不能夠轉得太多 普巴統 拿著中場 馬達 可能會打得 比較適合自己的位 馬達 偏防守 馬達 跟普巴 偏進攻 米希達欣 福仔 和路卡古 不需要多說 米希達欣 希望 希望 可以表現到 好 後防 我覺得 穩陣為主 如果他們有 羅美路 如果擺利 真的能踢得 白鶴落河 我覺得 對著穆斯科總統陸軍 相對來說 可以說是穩陣 再加上 麥湯姆 這場應該會偏防守 左手邊 白鶴突出著正選 有機會 蘇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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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頭皮出上陣 甚至乎 正選 給蘇爾 都還沒頂 不過這樣 我覺得蘇爾和杜安沙比 是一人打正選 不會兩人在一起 因為如果左右兩閘 都是出一個 比較新的球員 和蘇爾 就不太有狀態 是危險的 所以 如果出了杜安沙比 我們會先讓白鶴突打 因為中央軍的速度 不是太快 白鶴突應該定得住 但是如果是 下半場 可能白鶴突 如果我們都穩定到戰局 都很確定的話 可能 蘇爾會出 下半場 我覺得 可能是這樣的 不過今場的 預計陣容 是難猜的 是難猜的 因為 都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還有 他也要作出適當的輪環 他也已經在記招上 顯示了輪環 會做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估計他的戰果 我猜這場球 會和波的機會大 可能是0比0 或是一比一戰果 我猜這場球是和的 很大機會是0比0 所以 如果今晚 想起身看球迷 的萬迷 就要小心 預計這場球 有機會是0比0 但實際上 當然我也是 很難猜 這場球真的很難猜 所以 也是那句 希望萬聯順順利利 就取得小組冠軍 但有趣的地方 就是歐聯出了16強之後 如果是小組冠軍 所對的球隊 很大機會是有王馬 有派人 這也非常有趣 所以究竟是小組拿冠軍 還是亞軍 是好一點 也很難說 不過 還是那句 大家聽回11月24日那一集 我們拿冠軍 即小組冠軍的機會 是非常大的 最後想提醒大家 明天由於有比賽的關係 由於今晚有比賽的關係 明天就是沒有 沒有830速遞 但是賽後報告 大包會盡快做好 就上載 這就是明天的安排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